美方的行为十分无理 美方严重错办了形势 采取了 这个星期美中双方互征关税名单相继出炉 世界两大经济体爆发全面贸易对峙的趋势持续升级 与此同时709案被捕律师王全璋遭当局挤压已超过1000天 中国的人权状况再次引发舆论关注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收听自由亚洲电台的中国热评节目 我是何平 我也再次转达习近平主席给您连任 罗路斯总统的最诚挚的祝贺 随着美中贸易的摩擦升级 即中共领导人习近平高调会晤朝鲜金正恩之后 中国外长王毅和新任国防部长魏凤和 又相继到访俄罗斯 宣示所谓的中俄战略元盟 一场示威美国的新冷战格局 似乎正在地球东方俨然成形 而在中国国内 王全璋的妻子李文足徒步寻夫 圣经等宗教刊物被强制下架 习近平所谓的新时代下 针对人权和宗教信仰的肃杀 又释放出哪些信号 这次节目我们就与您探讨一下这些话题 光临节目的几位嘉宾 一位是中国八九民运学生领袖 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王丹先生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谢谢 一位是旅美经济学者 时政评论人士秦伟平先生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谢谢 还有一位是通过电话 与我们转播现场连线的 中国社会经济学者何清莲女士 何清莲女士您好 你好 听众好 谢谢各位 欢迎各位 我们也欢迎听众和观众朋友 通过自由亚洲电台的网站 以及我们在Facebook 脸书 推特和YouTube上 建立的专门频道观看节目 并且发表您的看法 那么美中贸易战正式开打 我想如果说后人回顾这段历史的话 应该说这个星期每一天 都有可以记载的内容 简单回顾一下 那么星期一中国商务部宣布 对包括水果猪肉在内的 128种美国进口商品 增加15%到25%的关税 星期二美国公布了 针对中国1300余种 科技产品的关税清单 而不到11个小时 中方做出了所谓的对等回应 宣布在对美国 包括大豆汽车和化工类产品 106种当中 进行商品增加25%的关税 而美国总统特朗普 星期四晚些时候 宣布要求贸易代表办公室 就追加1000亿美元 中国商品的关税措施 制定名单 那么王丹先生我想请问 您是如何看待目前美中之间 这种可以被说是 日趋升级的贸易纠纷 我觉得谈到贸易战的问题 当然我不是经济问题专家 我们有何清廉老师在 韦平先生在 那么他们可以就贸易战的本身 要做我相信比我更专业多的分析 可是从我的角度 我觉得也许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 看最近一段时间来 美国对中国采取的一些做法 包括贸易战 我觉得如果我们单单看贸易战的话 恐怕还是不够的 我们要把格局再放大一些 再看的话 你会看到最近一两个月来 美国对中国有一系列的动作 包括台湾旅行法的通过 包括美国的副助理国务卿 阿里斯王到台湾去 那么台湾这张牌 加紧地打出来了 包括美国的国安团队 鹰派全面地掌控 包括担任国家安全顾问 包括美国的国会这边 也立法防止共产主义 在美国的这种渗透 这种意识形态渗透 包括这次美中贸易战 我觉得还有一点是很重要的 就是大家注意到 最近欧盟 日本 加拿大 澳大利亚 都有加入贸易战 对于中国一起来予以这种制裁 这种趋向 这在过去不是特别经常见的 那么过去中国方面 一再地利用欧洲跟美国之间的矛盾 但这一次显然 美国在背后有去试图整合 那么包括最近的一些军事上的动态 南海的方向 美国的航空母舰战斗群也过去了 所以你把这一切都加写看 我个人 当然我们也没有这个证据 说现在也没有这个证据 但从整个态势发展上看 我觉得在贸易战的背后 或者从这个角度来看 好的 那么秦伟平先生 您认同王黛先生的观点吗 就是贸易战 只是全盘贸易 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种对峙 我觉得可能没有那么明显和夸张 至少这个进度到目前为止 并没有表现得很确切 我们知道这个贸易战 可以说没什么悬念打起来 但是进展的似乎比我们 海内外观察者 还有中美双方的学者 看起来要快得很多 就是这种高速过招的节奏非常快 这可能是跟 我觉得中美两国主要领导人 比如特朗普和习近平先生的 这种比较强硬的 这种个人风格 非常有关系 然后我其实蛮担心一点 可能是他们其实到目前为止 这个阶段 如果说能坐下来 做上谈判 实质性的谈判 互有让步 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好 大家愿意看到的结果 但是因为这两个政治强人 这种特别强势的这种性格 可能会导致说 双方 中美双方的这种战略的误判 然后迅速的升级 然后可能会引起下一波的 甚至除开刚才王谭先生讲的 贸易战之外的一些 其他我们短期里 本来看不到的战略冲突 可能很快就会看到 所以这是很值得 大家关注的一个现象 一个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中国商务部 在宣布这样一个 所谓同等对应措施的时候 特别强调了一点 就是中方的制裁 要视美国的动作而定 何时开始 什么样的具体内容 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 星期四也强调了一点 就是这样一千亿 中国商品的关税措施 是针对中国 不公平报复的一种回应 那么如果我们 看远一点的话 您认为这样的一个贸易对峙 会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 是否会爆发全面的贸易战 非常有可能 而且就昨天特朗普总统在讲说 针对中国的回应之后 双方各加500亿征税 对不对 然后特朗普说考虑 另外再列出一千亿的目标 我相信这个目标 现在只是说考虑 比较还属于外交此理 对不对 如果正式的公布 又是一千亿的话 我相信中国 现在他们这样一个 政治制度下面 它不可能有人去退步 它还是嘴硬 还继续去加码 但是中国的牌 可能相对来说 没有美国那么多 谢谢 好的 那么何清莲女士 我想请问 我们两位嘉宾刚刚探讨了 贸易战所在目前美中关系之间的位置 那么如果说从今天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 对于特朗普总统 有关一千亿美元 中国商品的追加关税措施的回应 他提到了是中方要奉陪到底 不惜付出任何代价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注意到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 这个星期在会晤 美国国务院官员的时候 还特别表达了中方 希望通过对话协商解决有关分歧 在您看来 目前这样一种美中剑拔弩张的事态 对话协商还能起到多大作用呢 是这样吧 第一我根本就不同意 这个贸易战开打 会引发双方新冷战 这个我有一些看法 等一会再讲 第二个呢 就是对这场贸易战 如果要是懂得这个战略学的ABC 就应该明白 双方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尤其是主攻方 川普的贸易战略目标是什么 只要弄清楚他的战略目标 那么其余剪的这个中间都是一些战术动作 然后呢 这个战呢 是分几个阶段打 在我看来 第一回合呢 已经打翻完了 目前已经进入列回合 川普的战略目标 其实他自己讲得特别明白 只是大家根本就无视了 他讲得就是要兑现他在竞选时期的承诺 减少中美贸易利差 至于其他的那些 中国不遵守WTO规则的都是一些老问题 这时候也只不过是增加这一场贸易战的正义性 那么这个事情呢 说来了 中国呢 稍微有一点点冤枉 冤枉在哪呢 就是其实去年习近平确实是想办法 减少这个贸易利差 但是结果那个单子一出来以后 比以前还大了 当时这个清单一出来 中国方面就着急了 说这个结果实在是太糟糕了 对我们不好 对美国也不好 已经预期到这个要打贸易战 那么就是减少利差呢 应该说最开始中国是比较低调恢复的 当时给了中国 给了这个美国三个 一个呢就是允许美国外国金融业进入中国的证券行业 持有51%的股份 这条华尔街是很高兴的 您这个消息是从哪里得到的呢 这个消息爆上灯载了呀 金融时报还有那个什么都有啊 大家都知道华尔街 我那天这来了一个华尔街的朋友 我们都谈了这个华尔街对这的反应 我也是在报上看来的 所以大家不去看细节 第二个呢 就是给了一个答复 就是愿意把这个美国向中国出口的半导体增加进口 减少韩国和日本的半导体进口 那么这一点呢 美国想了一下没同意 为什么呢 因为韩国和日本都是美国的盟友 如果是减少他们的进口 来增加美国对中国的出口 这一条可能就是美国还未出师 就先上市两个盟友的支持 所以这一条没同意 然后呢 就是中国还释放了一些别的那个软心号召吧 然后软心呼吁 但是呢 美国呢 结果呢 不太买占 觉得还可以要的更多 所以呢 中国才开出了128种那个 但是双方呢 有一点 目前有一条底线 并不想把这个事搞得不可收拾 所以呢 原来美国呢 是把这个15天 列出一个商品清单 要加税 改成了30天 60天的戳三期还是没变 那么中国呢 就是回应了以后 128种以后 看到美国再列出这个 1300多种 中国这一下就抓到了一个 美国一个川普的一个大忌 就大豆 大豆呢 这个商品呢 为什么会成为一个中美贸易战的一个主打商品 外人看了不知道 但是其实仔细分析这个 美中进出口货物清单就知道 大豆呢 是2017年 美国对华出口 单线产品 位列第二 仅次于航空产品 比如飞机啦 还有这个发动机啊 飞机零件等的啊 为什么动它呢 是大家都知道2016年 川普知足以甚 就是在农业州 红州 那些摇摆州呢 别到他们的支持了 美国立任总统 从来没有人 从这个什么时候 里根开始 从来就没谈过要振兴这个农业 只有这个川普 好的 那么何欣赖女士 您是什么观点呢 是否 我听您的这个意思 不一定正确啊 中国似乎是 美国没有及时的回应是吗 分析这些事情 一定要看得比较详细 不要凭老子想象 老子想象呢 服侍这些细节 就去掺想新冷战 那也是很不对的 就算 那么 所以您认为这样的一个美中贸易纠纷 不涉及任何政治上的原因是吧 川普是一个很明确的 泛系意识形态斗争 而且到现在为止 他也是说 并不想去改造中国 让中国民主化 他跟中国就是再三言三谈利 当然 这个政治上的一些动作会辅助 那也是一些地缘政治的考虑 所以 要进行美术之间的新冷战 我觉得在现有的国际条件下 还有美国这方面的国内政治 根本就没这个条件 而且习近平那边也不具有这个能力和条件 好的 谢谢何清雷女士 你们待会你们想听 我来讲一下我的看法 非常好 我想请问一下何清雷女士 您作为中国的社会经济学者 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 如果说美国60天的这样的一个听证期 正式结束 那么美国对华贸易关税政策实施的话 我们在考虑两方消费者的 对两方消费者影响的同时 您是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个贸易对峙 会如何影响中国深层次的 这样一些产业结构问题呢 首先第一条 应该是对中国影响大一点 其实川普这一次 主要的针对就是 中国的2025年制造业振兴计划 而那个振兴 很多产业中国 目前只是有偷了一些技术回去 没有形成配套的生产能力 还需要从美国继续偷 但是美国现在已经在防止 抓商业间谍 重叛那些知识产权盗窃者 这都是美国采取的先行措施 这叫防万于未然 但是要从目前贸易战来说 我认为还是没有脱离 他们双方的目的都不是要把对方打死 美国也不是要打死中国 只是想让中国停止某些行为 减少中美贸易利差 但是根据以往的经验 贸易战就是剪羊毛 就是双方都想从对方身上 剪点羊毛下来 那么最后的结果不是 有一只羊的死亡 而是随时能掉的毛最多 就这么一回事 肯定是中国掉的毛最多 但是美国要想完全不剪点羊毛 那大概也没可能 谢谢何秦连女士 那么王丹先生 我想首先关注一下 就是我们自由亚洲电台 在星期三星期四两天 在推特网进行了一个 有关中国和美国贸易纠纷的 一个社交调查 就是美中贸易战开打 像刚才何秦连女士 同样关注的那样 对哪方影响最大 那么截至到星期五 在1427位网友投票当中 68%的网友认为 对于中国影响比较大 因为贸易战会冲击 中国的出口产业结构 失业可能引发深层的 债务和经济危机 23%的网友认为 贸易战会导致美中两白巨伤 6%的网友认为 是美国受到的贸易冲击比较大 因为中国制造相对减少以后 美国的消费者支出会出现增加 同时美国还会丧失中国的市场 3%的网友特意给我们留言 他们提到了 现在的状况已经不是美中之间的贸易战了 还加入了其他国家形成联盟 有网友说 应该直接把中国清理出世界贸易组织 还有网友说 中国人民团结一心 该痛的地方痛 可是美国不同了 下次选举就不会选特朗普了 您是怎么看待我们网友的这些评论 这次贸易战的论调发起之后 当然我也都在推特上 要到微信上去看一些网友的反应 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这30年来 中美之间有过几次大的冲突 包括南斯拉夫大使馆等等 在这些冲突中 其实中共都相对成功地调动起了 相当大的民族主义情绪 包括网络上 大家记得国家有过什么 中国可以说不 这种 就是确实还成一定的气候 但是这一次呢 中美贸易战 其实也是 过去也打过三次贸易战 其实这是第四次 但是至少以我看到的 网络上的反应 我个人的印象 似乎都是以调侃为主 我觉得最精彩的一个段子 就是说 中美如果发生贸易战 其实中国是很容易赢的 鉴于美国是个农业大国 中国人如果集体减肥 那美国应该就输掉了 就是我们不吃了还不行吗 我们什么都不吃了 大家都不吃了 我们贸易战就输了 就这种调侃的 但是当这种调侃的背后 当然反映出某种国民心态 我觉得有几个 一个就是说 你显然如果中共再想 利用这次贸易战 去重新挑动这种民族主义情绪 已经比以前更困难了 我觉得这当然是值得 更深入探讨的问题 但也许不是今天的主题 那么第二个 我觉得就是国家跟社会的分离 越来越明显了 就大家对这种中美贸易战 总觉得是你们招架的事情 跟我们有多大关系 中国人自己都觉得 有点是看共产党的笑话 这样的味道在里头了 我觉得这个反映了 中国这几十年来的 社会上的一些 很深刻的变化 那么秦月平先生 您是怎么看 我知道中国官方自称是所谓大豆 进口美国大豆是对美报复的一个杀手锏 那么这一次如果说中国拿农产品 对美的美国进口农产品开刀的话 是不是真的像舆论评论那样 就是中方试图在支持特朗普的农业中 施加某种压力呢 当然这是大豆 特别拿出来增加关税的话 它肯定是对双方影响都比较大 其中对美国肯定是有影响 刚和今天老师讲的 对他川普的票仓 马上要终极选举 肯定是有影响 对他们有不利的影响 但是对中国影响可能会更大 那中国现在大豆产业 它80%以上都是依靠进口 可能主要是美国进口 每年的进口金额 可能在150亿美元左右 然后大量的用到去炸的食用油 还有做一些饲料 鸡鸭鱼肉那些价格 我相信在如果正式实施之后 很快中国老百姓餐桌上的 那些鸡鸭鱼肉 还有还有那个食用油 必须用的东西 然后都要涨价 可能涨价还蛮厉害 这个说明什么 就是贸易战一开打之后 就是就好像子弹不张眼睛一样 就是会误伤到 首先是误伤到老百姓 双方两国的老百姓 你的消费支出都会有增加 只是说中国因为 因为进口美国的东西 可能刚好是跟粮食 就是日用品 比较相关的这些东西 农产品 这样的话 它可能对通货膨胀影响会更大一点 目前美国第一批清单里面 涉及到就是日常用的东西比较少 美国人其实比较聪明 因为很害怕民意 所以如果第二波第三波 如果有把中国出国到美国的 比如说衣食住行的这些东西加起来的话 老百姓可能会不太一样 刚才王丹先生那个说法 我不是特别认同 为什么 中国老百姓的确是有一部分在调侃 希望说中美两国贸易战打起来 甚至打得更狠更好 早日把中国共产党打垮 实际上据我观察 这个这一部分的那个民众的比例 可能在全民里面 可能不到百分之十 百分之九十还是成功的 被中国共产党 它的一个 它一个党媒啊 什么的宣传系统 洗脑成功洗脑 所以说如果真的是看这两天 特别是昨天以来的这个什么人民日报 还有什么环球时报 几乎所有的那个官方媒体这样的明确的表态 去要跟那个美国去好像血战道理的感觉 可以可以说出来 可以看到说如果真的是失控的话 中国的这一次民族情绪一定还会被调动起来 换言之什么呢 中国跟美国比起来 刚才何老师那个打耗羊毛的比例 也比较形象 中国肯定耗的羊毛多 美国耗的少 但是有一点不一样 中国老百姓 它的一个忍受能力和美国忍受能力不一样 我觉得打个简单的比方 比如说我们讲生活水平 如果这次贸易战正式全面开打的话 美国公众的生活水平可能下降百分之十 然后中国的生活水平可能会下降百分之五十 但是会发生什么事情 中国老百姓生活水平下降百分之五十的话 中国老百姓未必敢上街去 向政府表达很强烈的抗议声音 但是美国老百姓如果下降百分之十 很可能就美国社会就可能会引起很大的变化 它的政局都会冲击到这样子 所以从综合实力来看 美国实力排多 实力强是好打 但是这个国民的忍受能力来说 我觉得中国这方面会占优 然后中国政府他其实也做了 因为他是一个跟美国不一样 不是一个民主国家 是一个独裁国家 他几乎是做了所有的准备 包括说重回计划经济时代 他什么供销设系统 百分之九十五度已经恢复了 他那个军警系统更加强维稳 对不对 所以一旦是出现什么状况 加上经济上搞供给制 这样子的话 他可能能度过这次危机 但是老百姓日子 我说实话 我能想象到是非常非常惨 王大先生您要走去回应 我这边当然要跟伟评也要 讨论一下 当然你刚提到说 这次一定会动员起民族主义情绪 我不知道你的证据在哪里 因为我们目前 比如说像前几次的中美之间的对抗 我们会看到一些年轻人被动员起来 包括包围大使馆 包括上街 包括民间的那些舆论 刚才你提到的都是环球时报这些 人民日报已经出来了 人民日报也是官方的舆论 我说民众的舆论 是怎么表现的 就是观察那个比例 因为我们接触的可能都是 比较有民主思想 这些我好奇 那你观察的是哪些 对 就是普通人 你从哪观察 我从他们给我反馈的信息 他们 所以是你周围的一些朋友 不是我的朋友 就是网络上的 我有很多向他们做的一些调查 说这个还不是最重要的 中国政府我认为 包括我刚才讲的 他不想给美国打 不是他嘴上表演的很硬 想打 就像打架一样 他不想打 美国刚才听何老师讲 美国其实可能也不想 不想这么竞争 但是因为这个两个政治强人 这种性格 会导致一种 你看明显的节奏加快 攻防的这种节奏加快 会失控 这是我比较关注的问题 然后中国失控的时候 中国共产党政府 他为了他的执政的利益 他肯定会 对不对 发动这种情绪战 那如果中国老百姓 真的是有90% 那就更好 您稍等 是何行林女士 您说 是这样 形象的这样说吧 中美贸易战中间 川普要对付的是两类敌人 一个就是中共 就做中国 另外还一个 川普要面对国内的 大量的三约协费三界 法尔街 还有拥抱熊猫派 这一点很明显的 何女士我请教一下 您刚才说的第一点 川普要对付中共 您所说的是 中共的经济结构呢 还是说它也包括 它的政治意识形态呢 不要 就是贸易战 就是中国政府 那么就是 意识形态这个东西 仍旧是意识形态的载体嘛 这场战争中间 没有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却位 那个比如 华尔街从来就是 中方利益的代言人 还有美国的制造业协费 和农业组织 已经最近表态的 还有已经有十几个了 包括信息技术 其中有一个最大的是 美国全国商会 这是一个全世界最大的 商业联合费 代表超过三百万个企业 和地方商费 行业协费 还有一个呢 是农产组织 支持自由贸易 代表的就是川普的 基本政治团案 所以呢 这些组织都已经明确的 表示了反对贸易战 所以呢 川普呢 他可能 在中国政府那里 可以硬 但是 面对这个国内的 这些意见 民主政府 是无论如何要听取的 这是一点 那么 秦伟平先生 刚才谈的那一点 就是说 中国可以无视民意 而且那个 王丹先生 现在业举的呢 就是这个推特上 很特殊的一种民意 就是看到人笑话的民意 昨天也有人跟我在讲 我说你还是为自己操操心吧 这一次针对的是民生产品 你还是在意一下 你下个月的石油 就石油油 价格要不要散展 买米的钱 要不要多增加 当然如果你是失业者 你是吃低饱的 你就啥也不用管了 反正就这样 我觉得呢 所以您认为 您的观点 何欣良女士 对不起 您认为您的观点就是 贸易战对美国的影响 更切 更怎么说呢 更是燃眉之急 对美国的影响更大 对美国的影响更大 是吗 民主社会 各种力量都有 深会 都有出个发言 但是这样的一种 民主力量的反 对于行政命令的 表达不同的观点 正是民主力量的 一个特点 而且呢 我感觉是 有一种共识啊 即便我们不用 关税政策 去解决目前的 美中贸易失衡的话 也会有其他相应的措施 来制止 避免这种行动 继续延续是吧 对啊 就是川普的那个 减税政策 实际上已经形成了 一种世界资本的 那个 盆地效应 很多资本都已经撤资 从中国撤资 到了美国来 嗯 这个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从长远来说 其实比贸易战更大 然后我再补充一句 就是下一步 大家要看呢 中国贸易战 是不是要 更加激烈 其实你们就看 一个行列 行业 是不是被列入 这个开打的产品 那就是波音飞机 波音飞机 现在生产的飞机 每四架就有一架 使中国买去 嗯 那么随之供应的 那些发动机 维修零件 各种各样的部件 是一个非常大的产业 你想波音是 美国制造业的王冠 也是美国经济的 那个名片 世界名片 如果现在目前这一次 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 都谨慎的 没有把它列进去 而波音已经是 非常强烈的表示 关注这场贸易战 并且他的代表 已经在北京 王岐山接见 美国跨国公司 企业代表的时候 已经明确的表态 反对贸易战 所以呢 你们看下一步 是不是把它列入 这个开打的产品 就表示这个贸易战 适合还费身接 就这么回事 刚才两位嘉宾 所谈的观点 我想应该这样 是不是可以解释 就是像美国总统 特朗普提到的那样 他是美国民选的总统 他只对美国人民负责 那么至于是否因为贸易战 会燃起中国国内的 爱国主义情绪呢 应该不是这一次 美方贸易战 所要关注的问题 那我们刚才看到呢 两位嘉宾的观点 基本相同 就是贸易战的延续 很可能对中国实体经济 进行造成冲击 而造成社会安定的 这种动荡 两位是有这样的 共同点是吗 我觉得是这样了 中国其实实体经济 即使没有这次贸易战 它现在已经是非常非常糟糕 只是说政府 它在表面上还可以 还可以看起来不错那样子 实际上也是非常凋零的这样子 那美国刚才何老师 有一点我也非常认同 即使没有这次贸易战 它的比如说减税 加息缩表 这三大政策 已经是可以 说实话 保证美国未来五年 经济的一个强劲的增长 世界资本 包括大量以前 涌入中国的资本 都流出中国 流到美国 这就在一个基本盘上 中国其实 即使没有贸易战 它已经是非常紧张 外汇储备也紧张 然后资本人才都在外逃 有个贸易战 对它来说 几乎是釜底初心 就是它无法承受之重 所以中国政府 原则上它不想打贸易战 但是如果真的打了 就像他们说了 它没有退路 它这样的一个强硬的形象 就好像我们讲 那个朝鲜 俄罗斯 他们面临国际社会 多少次制裁 但是因为他们的政权制度 他们领导人 这样的一个性格 它能退缩吗 它硬也硬到底 即使老百姓 饿得肚子 说实话 我们在几十年前 中国二十几千万人 不也挺过来的吗 当时 我说的是 不是说 讲的就是这个政府 它在考虑 他们的政权的利益的时候 它根本不care 中国的老百姓的利益 但是美国政府不一样 它是民主政府 但是毕竟贸易战 对美贸易战 会引发这样一些 对 所以他 川普政府 他这个会权分利弊 所以如果说 他想中国回到谈判桌上吧 谈判 回到谈判桌上 给他最好的一个解决方式 比如说 刚才讲的时候 开放金融市场 中国是讲了 但是还没有实施嘛 美国人信不信 是一回事 另外 那个贸易逆差 能不能减少一千亿 中国也没有答应 他说绝对不可能 所以我们继续观察 能不能谈得拢 谈得拢接到关系 谈不拢的话 可能就是两败俱三 我补充一句话 其实刚才两位经济学家 讲的当然就是贸易战 本身的经济学上的各种工方 那因为我刚才就讲 我不是经济学家 我会比较关心 这个贸易战 引发的一些政治效应 或者其他一些政治背景 包括我最近看到 包括人民日报也好 这些官方媒体 是极为高调的 那个调门很高 美国学家勒马等等 你可以看到 其实中国官方 有一点意思 想利用这次贸易战 来鼓动国内的 民族主义情绪 所以我当比较关注说 能不能鼓动的起来 我会比较关注 这些政治效应 好的 那么同样的现象 也是这个星期 引发舆论关注的是 在对美贸易摩擦 升级的同时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和新任国防部长 魏凤和到访俄罗斯 尤其是魏凤和 明确的强调了一点 就是中方的到访 是要美国人民外 中国支持俄罗斯 并且两国的军方 还有紧密的合作 那么 王大先生我想请问 如果我们连带看一下 习近平高调会晤朝鲜 金正恩的话 您认为目前中国 是否在打造一种 向美国示威的 这种政治阵营呢 我想这个当然很明显 习近平其实自己 已经多次的讲过 从十八大以后 他就反复的讲 他创造的一个词 叫人类命运共通体 这个野心已经超过毛泽东了 毛泽东原来讲说 我们中国要做什么 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头羊啊 等等 现在习近平关系的 human being 整个他要做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领导者 这个野心已经 膨胀到了宇宙级别 去了 从这个野心出发 其实我们也都知道 他最近的这一系列的动作 包括北韩啊 访问俄罗斯 他当然想 观传起这样一个同盟来 其实我们也知道 北韩跟俄罗斯的关系 有密切 南海问题上菲律宾 现在也在向中国靠拢 那么明显习近平 试图去推进 他的所谓这个人类 人类命运共同体 那么从整体的 今天的国际形势来看 我们也看到啊 大家都知道 有一种民主受到削弱和退潮的 本来就一种大趋势 不仅是在中国影响的 亚洲这个区域 那么包括在东欧 甚至在意大利啊 包括在像菲律宾这样的地方 都出现了这种强人政治的回潮 那么我觉得中国现在依仗着自己的经济实力啊 试图利用这种啊 政治上的这种民主退潮 来把中国的模式 中国的道路啊 说他所谓的讲中国 故事要推广到 到整个人类社会中去 这个野心是我觉得是招人弱张的 每个人都我想都可以感受得到的 好的 那么与王丹先生的担忧相同呢 我们自由亚洲电台呢 同样在星期三星期四两天呢 通过推特进行了一个射调结果 显示呢 就是我们问了一下 习近平是否真的是要打一场新冷战 截至到今天呀 一千零六十位网友参加的情况下呢 百分之五十的网友认为呢 是习近平呢 把美国看作为共产专制政权的唯一威胁 百分之十六的网友认为呢 不是习近平稳定国内之后呢 认为要联谊万帮 那么还有百分之三十一的网友呢 不确定 他们认为本是一丘之鹤 冷战的从未结束 还有百分之三的网友留言 提到了呢 打不打冷战呢 是要看威胁不威胁 习近平的统治 这是问题的关键 只要不影响他当皇帝呢 其他都不重要 还有网友说呢 冷战应该是川普开始打的 另外一位网友说呢 和平才能够发展 我想请问 秦伟平先生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个社调结果 我觉得这是推特上民意的一种表达 那其实毛南先生刚才讲的 我其实也有这个担忧 就是在中美这个两个大国之间 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然后从去年开始 美国已经把它正式列为一个战略竞争 对手 然后加上这次 中美贸易战是一个正式的开打 如果这个 他们能回到谈判中 那个重规矩好 或者说能达成一个妥协的话 可能这个担忧 可能在短期内看不到 但是如果一旦局势失控 由贸易战最后引发到全面的 比如说经贸关系都断绝往来 那可能中美之间 会陷入一个长期的 这个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 会陷入一个长期的冷战的 或者准冷战的这样一个局面 然后中国它肯定不会是省油的灯 对不对 就好像它两个邻居 一个是朝鲜 一个是俄罗斯 对不对 它传统上有个比较好的 一个所谓的联盟关系 它一定会去 去发挥它的一个影响力 然后结成联盟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我比冷镇更担心的一点 是什么呢 这次如果中美两国 真的彻底撕破脸 会有个什么结果 影响的不只是这两个国家 整个国际社会都会重新站队 你会选择跟谁 跟中国在一起 还是跟美国在一起 那这样子的话 那不光是冷战 有可能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其实我在几年前 我的几本书里面 都可能有担心这个 当然现在目前只是担心 值得我们去警惕 对公众来说 谢谢 好的 我们来请教一下 何清廉女士 何女士 如果我们不暂时 先切割一下 美中贸易对质的 这样的一个因素的话 您是否认同 我们两位嘉宾有关中国 在营造一种 所谓的这种冷战势力 第一 习近平现在政治上 正处于最难的事情 尤其是他反腐 已经破除了 行不上常委这条规则 吴小飞 还有温家家族 温家已经被香港的 外宣媒体 东方日报 列为金融恶势力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他还有包括今年的政府机构大改革 这里动了多少人的奶酪 然后政军也没完成 他在目前这个条件下 根本从这个政治上和军事上 都没有力量开展新冷战 这是一条 第二点呢 就是冷战呢 要两个基础 现在都不存在 第一个基础 冷战呢 是需要意识形态的对抗 而现在呢 全球都像左转 像那个英国的青年56% 都信仰这位主义 那个 中国的毛左也很厉害 然后美国呢 大选的时候出现了三德斯 这我又得请教一下 何新年女士 您是在哪里看到的 这样的一些数据呢 我当然都看到了 如果你需要数据 需要那下次 我给你准备一个单子 你在屏幕上列出来 这里都是BBC在调查 还有就是美国那个三德斯 线下你应该知道 这一些事情了 那么就是这个 信仰马克思主义的 越来越多 全球线左转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 就是 何新年女士 何新年女士还在线上吗 那么有关 中国在面对 这样的一个 外交形势的情况下呢 我们也注意到 在中国国内 人权律师王全璋 被强制失踪一千天 另外呢 圣经等等 这样的一些宗教刊物 被当局强制下架 也是近期呢 舆论关注的两个热点 人权律师王全璋 自2015年 被天津警方 以颠覆国家政权罪 挤压之后呢 至今生死不明 那么我想 请王丹先生注意一点呢 就是涉及到 数百人的 这样的人权律师 和中国的维权人士 被拘押的 709案件呢 恰恰是习近平 上任不久啊 强调所谓要 依法治国的时候 那么如果目前 我们以王全璋 这个案件 来反观一下的话 您是如何看待 习近平的这样的 一个依法治国的承诺 是 我觉得依法治国 其实有两种解释 一种就是你治理国家 要按照法律的规定 这政党也不能超过 法律的范围 这叫依法治国 还有一种 其实是依法治国 这是用法律 来治理国家 那我觉得习近平 其实走的是 后面一条道路 那么习近平 我们看得出来 他目前当然 基本上是一个 强人政治的这种状态 从历史上来看 强人政治 然后走向民主化的 事情有没有 可能有啊 但是绝大部分的例子 强人政治 是走向全面的 法西斯化 希特勒 就是个典型的这种代表 所以其实 习近平现在的 强人政治 我觉得建立在 他的依法治国的基础上 那么这次修乡 就明显看得到 就他还会讲 很多的法律 但这些法律 要由他和他 为代表的党来制定 然后这个法律 已经是变成了 不是至高无上的 一个指导国家 政治生活的原则 而变成了一个执政党 进行统治的一个工具 那我觉得这才是 习近平所谓的 法治的一个最核心的东西 就是我要强调 依法和依法 这是两个方式 不同概念 好的 那么 秦卫平先生 我们看到 就是王全璋的妻子 家属 包括律师 应该说不下数十次 前往 包括中国最高法院 在内的司法和 执法部门 要求会见 至今无果 那么王全璋的妻子 李文祖女士 目前是在徒步 前往天津 如果我们能够把 李文祖女士 这样一种行动 视作为中国民间的 一种抗争之声的话 您认为这样的一种 抗疫行动 最终是否能够找到 中国真正的司法公正 王全璋的遭遇 还有李文祖 现在徒步前往天津 这个行动 我觉得 首先 内心其实是非常难受的 就是很凄凉的感觉 我们知道中国 在过去的 几十年间 特别是在进行 所谓的经济 高速发展的过程中 它跟国际社会 在有个比较 良好互动的时候 它还比较在乎 国际社会的一个 舆论的压力 或者说在乎 自己的一个 一个国家形象 有可能会做出一些妥协 释放一些 一些所谓的政治犯 或者说所谓的 他们迫害的这个对象 但是我们看到 709案件 到现在三年多了 对不对 那王全璋这一千天 这么久 然后他们就 什么消息都没有给 说实话 就是超出我们 以前的那种想象 对于这个政权 大家觉得说 它很坏啊 或者说很恶劣啊 这样子 它这个记录 已经是超坏的那种感觉 但是呢 这个国际社会 可能发生变化 他们现在不太在乎 国外怎么看 以前可能 可能说 欧洲怎么看啊 什么欧洲的领导人 到中国访问 他可能还在乎 现在他整个 整个欧盟的声音 他根本就不care 现在可能唯一在乎的是美国 那现在又跟美国这样 有点要翻脸的感觉 他更不在乎 所以我其实 我一方面内心 会觉得很痛苦 觉得可以 这种同理性能感受 对不对 然后另外一方面觉得说 可能需要提醒 中国公众的是 这个黑暗的时间 可能还要持续更久 然后罪案的时候 还没有到来 这个是比较糟糕的 然后公众一定要 还有抱有这种期望 一定不要就是 全部放弃这样子 谢谢 那么我们也注意到 就在这个星期二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 发布了所谓 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实践 和政策白皮书之后 那么中国网民发现 包括圣经在内的宗教刊物 纷纷在京东淘宝 这样的一些网站下架 网络经营这些数据的 一些账号 也被当局封杀 所以我想请问 毛丹先生 是否我们真的在现实当中 看到了习近平所谓强调的 宗教要中国化 这样的情况 我觉得中国共产党 来讲宗教自由 这是非常的滑稽和可笑 也是非常自相矛盾的一件事情 有几个原因 一个共产主义本身 其实就是一种宗教信仰 那它其实也是一种信仰 尤其共产党这样的一个组织 其实跟宗教教派 如果认真做 包括做学术上的比较的话 都差别不大 它本身就是个宗教 那么宗教 尤其它这种宗教 更有排他性 因为他认为 它是仿制四海尔皆准的真理 所以他讲宗教自由化 我觉得这是太可笑 世界上最虚伪的一件事情 那么尤其是习近平 其实我们现在 越来越看得清楚 习近平在政治上 是个原教旨主义者 至少是相对的原教旨主义者 他要退回到比较五十年代 比较像原来的 所谓不忘初心 就是原来的这种 共产主义的这种教旨上去 那原来的这种 共产主义的教旨的 一个基本的内容 就是说宗教是精神的鸦片 就是要去除宗教迷信 让人民都信仰 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 所以不管是 从共产党的本质来说 也好 还是说 现在这任领导人 对共产党意识形态的 坚持度来讲来 来说 都不可能在中国 真正的去推行宗教自由 所以我常常讲 就是范蒂冈 现在跟中国讨论 真的是用江泽民话 说这是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 确实是不了解 就是共产党是不可能 允许宗教真正自由的 这违反他们自己的立党宗旨 违反他们的初心 也应该说下架宗教书籍 也凸显共产党当局 对于公民宗教信仰管制的 这样的一种严厉性 那么刚才毛丹先生谈到了 就是目前与中国有望 与范蒂冈就主教认命 达成某种协议 您是如何看待 这一次圣经下架 对范蒂冈这样的一些影响 说实话 范蒂冈本来跟中国政府之间 他沟通的比较好 有可能会达成某种协议 特别是他们中国主教认命的事情 那国际社会 其实特别宗教界 他可能还是觉得 比较看好这件事 那这是突然那个圣经的下架 也有消息说那个可兰经也有下架 但是没有得到证实 一方面中国的宗教自由的情况 是非常糟糕的 当然国际社会关注比较多 还没有享受到 真正的一个宗教自由 王南先生刚才也分析到 非常非常难 如果整个政治格局 不变化的情况下 那另外一方面 现在中国可以这么说 以美国为代表 现在只是一个贸易冲突 他在解决他自己 本身的问题的时候 他觉得越来越紧张 可能我现在说这句话有点早 就是我认为中国政府 已经在做好 一步一步的做好 这个重新闭关锁国的这种准备 他为了 还是那句话 他最高的利益就是 他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执政 他因为越来越多的挑战 这种经济的挑战 内部经济的挑战 外部势力的挑战 所以他内有外患之下 他只有输说 然后把外来东西全部推出去 他好好宣传他自己那套 来维持他的一个执政的稳定 但是一个令人比较担忧的现实问题 就是我们看到习近平在要求 所有的新闻媒体要信党 用颠覆国家政权这样的刑事罪名 打压政治异议人士之后 那么我想请问两位 普通的传统宗教 是否也会成为习近平的下一个打击目标 我倒是觉得他也不会把所有的宗教 全部都消灭掉 即使在毛泽东时期 还有除了文革那个阶段 还有一定宗教空间 我还是觉得共产党 他还是会充分的利用各种社会工具 来维持他的统治 所以他如果把宗教都消灭掉 他毕竟也要失去对那些信仰宗教人口的部分影响力 他最想做的当然就是 他所谓的把宗教中国化 其实就是把宗教受到归到党的领导下面 还是要利用宗教 就跟他要利用法治似的 来作为他统治的一个工具 所以我倒不认为他会完全消灭掉 但是他会完全的降服所有的宗教 让这些宗教都归异于另外一个更高的宗教 叫做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 你要去看新华书店的话 现在圣经也许下架了 但是堆满的都是习近平的治国理念 那个才是中国真正的圣经 好的 齐伟平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宗教是没有办法消灭的 这个存在我们每个人内心之中 如果说我们知道不同的宗教信仰人的话 他一直是藏在心中 你没办法去消灭 所以如果中共政府想做这件事的话 一定会失败 但是他们会想办法 不允许这些宗教的所有的宗教势力做大 然后挑战他的政权 所以只要不太挑战他政权的时候 他可以允许存在 一旦挑战的话 他可能会采取比较极端的形式 中国历史上其实发生过很多这样的类似的事情 好的 那么我们感谢各位嘉宾的点评 也感谢观众和听众朋友 欢迎您继续通过自由亚洲电台的网站 以及我们在Facebook 脸书 推特和YouTube上建立的专门频道 观看自由亚洲电台的其他节目 并且予以转发点赞 中国热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何平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